我們今天來錄一個Podcast 然後就當作我們的教學 這邊的架構就很簡單 就是相機擷取卡 然後就是有螢幕的畫面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直接接這個 USB然後錄影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做Podcast 所以其實比你想像中還蠻簡單的 好 那我就直接把麥克風拿掉 好 那我們來錄個Podcast 然後今天要來錄個Podcast的題目叫做 十日談 然後我就會先跟大家介紹一個intro story 就是一個介紹的故事 講說今天這個Podcast到底要幹什麼 然後結束的時候也會有一個outro story 就是跟大家結束的一個結尾的故事 所以今天主要就是要一起來分享故事 這樣子 OK 所以我就會先講一個intro story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說這個形式 到底是會怎麼樣進行 就是在1348年的時候 繁華的佛羅倫斯發生了一個殘酷的瘟疫 就是黑死病 然後死了十萬多個人 然後在整個歐洲 因此病死的人多達七千五百萬 然後甚至到兩億的人這樣子 那其實就有點像去年我們開始風行的 COVID-19的疫情這樣子一樣 然後所以就有一個作家 他以當年他們那一次的疫情為背景 寫了一本書叫做十日談 然後內容是講述 七個女生跟三個男生 到佛羅倫斯的礁山外的別墅上面躲避瘟疫 然後在這十個男女在這麼漂亮的田園花園裡面呢 住了下來 除了每天唱歌跳舞之外 大家決定每人每天講一則故事 來消遣這個無聊的日子這樣子 然後最後合計就是十天 然後每有十個人講一個故事 所以就是一百個故事 所以就是十日談的內容這樣 所以今天呢主要就是想要來邀請大家來分享 你想要講的一個故事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會有來論這樣子 然後今天的時間應該會到幾點 然後等一下確認一下 就是不會每個人都有講到啦 就是這樣子 然後所以 我今天會先來邀請一個人 然後來想到一個故事來跟大家講這樣子 然後剛剛原本抓到這邊的 七七 大家掌聲鼓勵 有想到什麼都可以講這樣子 不要嗎 OK 好 然後那我們就來這一個桌上的朋友 這樣 那 有沒有想到什麼故事可以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一個很簡單 或是你生活上的小故事都可以這樣 或是你最近發生了什麼 這禮拜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子 OK OK嗎 最近 最近生活上的事就是 最近生活上的事就是 開始 開始在準備鼻子 然後我發現 我們鼻子組長 有點擠車 我跟他已經相處了 三年 但是我覺得他 好像被逼瘋了 他開始 迎來越擠車 他開始想用 他開始想用 控制每一個人 回訊息的速度了 如果他當下發了這篇訊息 在 半小時以內 沒有人回覆他 他就 開始拿起手機來說 到底為什麼都不回啦 是不是故意的啦 到底我們把這個團隊放在心上 根本就不做做這個團隊嘛 祭典祭典祭典 因為我們鼻子團隊有個 祭典機制 然後就是 遲到 遲到啊 或是什麼 無故味道 還是 真的太誇張 就要被祭典 然後他跟動武動就說 祭典祭典祭典 然後呢 而且他最近 得了一種 拖延症 他每次呢 時間一到 就會開始叮每一個組員 有沒有就要作業 但是呢 他自己欠了 腳本 還有什麼呢 企劃師 架構 所以他現在要等在這邊嗎 還是 就是這一位啊 哦 What the fuck OK好 而且 我發現 這講下去可能整集都是我的時間 哈哈哈 OKOK 那這位組長你有什麼想要辯解的部分嗎 沒有 我就是一個控制控 你就承證啊 欸幾多 沒有 沒有 沒有沒有辯解 就case close 然後就直接敲那個 呵呵 就是 沒那麼誇張 最好是啦 沒那麼誇張 沒那麼誇張 有有有 有 其他組員說有這樣子 OK好 然後所以很謝謝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曾奕如 曾奕如 映如 映如 謝謝映如的分享 然後 來抓個腳踢一下吧 蛤 就是來 就是來請你邀請下一位 想要分享的故事 你啊 OK嗎你要來分享嗎 然後 呃如果有人想要稍微講一下什麼 你最近發生的事情 我想要分享什麼故事 可以舉個手 舉個手 講一下 這是一個還蠻有趣的時間 可以 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你想你最近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子 然後 你等我一下 那個穿 橘色衣服的朋友 你有沒有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些小故事 旁邊沒有說很多 那我們就邀請大家坐過來這邊 這樣子 大家鼓掌一下 謝謝 請來這邊坐 請來這邊坐 對對對 真的是你啊 真的是你啊 不要緊張 冠軍賽事主播 是這樣子嗎 不是 好 來介紹一下你的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蘇哲信 哲信 你好 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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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我耳朵 慶祝的姓 喔慶祝的姓 對 好 那你有沒有什麼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最近 常常會去看一些網路影片 然後常常會關心 一些那個就是流浪頭的食事 因為這個 動物 有些台灣有些動物 就是 都沒有飯吃 然後很可憐這樣 然後最近常常會去看 然後有一天 我的有舊朋友來 跟我說 啊你有沒有每天看這個 這麼可憐的東西 你還要看 然後我跟他說 我也很可憐 因為我家裡我曾經也遇過一次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家裡根本沒有搞我 然後我就說我 所以是說你也很可憐這樣 抱一下嗎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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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沒有故事 喔你沒有故事 我覺得這算是一個故事 因為 你剛好講到其實 有一個狀況 就是大家不知道會不會在 網路上一直看 某一者很悲傷的新聞 然後看到會有點走不出來 對 會有點走不出來的狀況 我覺得剛剛有提到這種狀況 然後 所以如果我想說 如果你有這種情況 會不會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那要怎麼樣 你要讓自己的情緒 達到一種很不舒服的狀態 你通常會怎麼樣 就是不會讓自己 一直陷入那個漩渦下去 這樣子 所以你一直看上去 喔我覺得 運動很重要 就是可以找一個有興趣的事情 然後分散自己的注意 所以你比較常做運動是 就是重量區別的那些 喔對 非常好 就是普遍級的味道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普遍級的那些 吸氣什麼 我都硬了 硬了下去 OKOK 好 那所以很謝謝你的分享 然後我們下一位想要請誰來 有沒有人 就是其實吸引人 願意是想要來分享 然後我想要邀請 然後我想要邀請 穿藍白條的這位同學 你有沒有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 對 沒有 好 然後再 那 有沒有辦法來試看看講一些什麼 就是主要就是分享一個故事這樣子 或是你最近發生的事情這樣子 我最近發生的事就是在請 來 跟我借錢 來 來 喔 這個突然好像有點困擾喔 所以現在是來 就是來 我來當公盜補 然後來處理債務問題 之類的 來請來 請拿 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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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他上那間 再寬 再寬 沒有沒有 我發現你 呃 穿的這個外套很特別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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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所以 你 呃 你是電競選手嗎 我笑嘴 我笑嘴 喔 喔 那你可不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笑 就是 這邊 就是在 比賽 準備比賽這些故事 呃 呃 我們 我們現在都沒在訓練啊 大家都在 索蘭 Apex 呵呵呵 哈哈 喂 好 我就讓你剛剛講說索蘭 Apex 所以你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Apex 一個什麼樣的遊戲嗎 我完全不知道Apex是什麼遊戲啊 他們都沒在訓練啊 都在Apex啊 只有少數幾個 都在打英雄聯盟嗎 喔 蛤 蛤 這個店 特殊的 所以你們的比賽項目是Apex還是英雄聯盟 英雄聯盟啊 哈哈 然後所以有時候會覺得英雄聯盟練得很累 然後來玩Apex 這樣 他們啊 他們啊 我們都在打英雄聯盟啊 OK 好 其他人都在Apex啊 很少 很少看他們 能湊在一起團練的 所以現在就是你們 你們隊伍現在是 還有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還需要調整之類的 來喔 現在就是 每個人 就是每個人 抽不到一個 可以 同時 在一起面的時間 沒辦法抽到一個在一起面 所以你們的人數是剛好合滿 還是有比較多這樣 多出來這樣 沒有我們就是沒有人 直接講到 我們就是沒有人 喔 所以你們其實就是 就是這邊 會也是一起 然後只是現在人不夠這樣 我們有 分工合作 就是 直接選貨人 就是自己選手 我們有部分人是在做後期 對 所以我們這裡有大多部分都是 NUTO跟 轉播的 對 喔 轉播 所以其實這個電競職業分工很細 是不是 那可以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還有哪些分工 這還有什麼 沒有只是就是很好奇 問看看這樣 除了剛剛講說選手本身 然後還有什麼其他後期 我們比較少聽到 我們像以戰 戰略管理而言 我們會有類似分析師 跟教練的工作 然後我們 因為我們今年 我們的系上尤其 一些就是在業界 職業權 比較有名的人 像西門 或西門 這種 退役的選職業權的時候 來做我們的 比賽普盤 然後就是 常會幫選手做普盤 那 這是屬於 戰隊成員 那 在比賽 舉辦比賽會讓 戰隊和 顧保育的 這個部分是 在做我們幕後 跟直播轉播的人 在做的工作 然後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些同學 他們是負責遊戲設計 這樣 然後跟美術編輯 還有我們的 就是粉絲專業的 行銷管理策略 大概是這樣 超多 就是真的很多 很多工作 是 好 謝謝 然後 你們有想要邀請下一位 誰來分享一下 你們剛才進來嗎 就是可以找個椅子來做這樣 OK 好 然後 好 那邀請 大家掌聲鼓勵 要幹 突然是師兄 要不要坐到前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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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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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要講什麼 呃 我們剛剛好像聽到 又跟財務有關的事情 哈哈 天天的路過嗎 嘿嘿嘿 因為 因為 我想要 我想要提早先領 我確認破譜的狀況 因為那個 我們 5月12號 那個 朝聖典禁大法 然後 然後 我是負責那個 cose 是 cose 好像要貼的超級精彩可以嗎 有 有了 就是 我是 又在cose 然後 就是跟 那個 借了500塊 OK 好 然後我就 隔天就有還他了 然後 剛剛又有還他 OK 好 然後就是 我們5月12號有一個 那個 朝聖典禁大法 要比賽 所以 呃 現場部分就是要 有 工作 要分配 然後 我是被分配到 就是要角色扮演 對 然後 我也有在角色扮演 對 等一下 cosplay跟角色扮演 是不同一件事情 不同一件事情 對 然後就是 呃 對 然後 收到的那個 衣服 是不一樣的 所以 跟人家借了500塊 然後 那個貨拿起來 大概 對 就是有提早發現 然後已經出力完了 喔 所以你知道cosplay什麼角色 呃 網羅塔裡面的那個 威褲 戴著面具 呃 什麼東西 女生 夜遊戲 射擊遊戲 對 喔 這哪一款遊戲的啊 呃 瓦羅拉 喔 瓦羅拉裡面的一個角色 對對對 喔 好 好 那你之前還有cosplay過 喜歡什麼角色嗎 呃 很多 來 舉個有沒有 你覺得你有沒有 會不會對cosplay來講 那種很喜歡的那個角色這樣 你覺得 你扮演完之後會覺得 很喜歡 或是很有心得的角色這樣 有心得 阿卡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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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6年多的阿卡莉 呃 對 因為那時候是去年12月 一年多了 然後在高雄場 然後 就是 被問說 欸你是哪一個cosplay 就是第一次出獎 喔 會被 就是會被詢問就對了 對對對 詢問度很高 然後有上一些 就是 媒體版面 呃 PPT 然後 那個 一些粉絲的 專業 就是 那對cosplay來講 就是阿卡莉這個角色 cosplay的難度在哪裡啊 難度在哪裡 眼神的神韻吧 就是 呃 你眼神 他在角色的ME中 眼神就是很 很那個 drop的感覺 就是很 有殺氣 對 喔 OK 所以 髒毛的部分要 所以 反而是髒毛 不是那個衣服的部分 呃 衣服 也要看伸展 喔 好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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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沒有想要再邀請誰來 邀請誰 欸我們剛剛有幾個進來 就是我們現在是在就是 直接做一個實驗的課程 然後再錄一個podcast 然後就是要邀請大家分享 可能曾經聽到一個故事 可能曾經聽到一個故事 可能曾經一直找不認識的 對啊 找個不認識的看看 你一直丟給我們 沒關係阿 沒關係阿 你就找不認識的 找不認識的 你要不要來分享一個 對對對 OK嗎 像故事這樣子 對就是都可以 都不論形式這樣子 OK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他來 好 所以我的第一問題是你怎麼會遲到 沒有啦 發生什麼事情嗎 呃 剛才 因為我以為 呃 整體臉在餓 對 對 因為很臨時的改變這樣 所以是我的問題 不好意思 好 呃 所以你想要分享什麼故事呢 嗯 然後麥克風可能可以貼 很近一點的關係 因為就是有麥克風照 然後它麥克風點不開 OK 請說 嗯 其實我提到也沒有算很多 一折就好 一折就好 什麼樣都可以 對 什麼樣都可以 所以如果你要現在 把這邊變成廣播故事 大會應該也 OK 這樣 嗯 有 差不多在來的路上啊 你說在昆山湖 不是有那些很多白鵝嗎 對 很有名 我看到 我來之前的時候看新聞 就是聽說很兇 這樣子 嗯 對這真的很兇 就是說 看到其中 其中有一次白鵝 其中有一次白鵝 對 他眼睛好像被我被刮傷的感覺 你說 有一次好像被刮傷的感覺 對 他應該是給黑鵝做的 蛤 什麼 黑鵝 黑鵝 對 我們不只是有白鵝還要黑鵝 哦 你說是被其他鵝給捉的 這樣子 對 好 前幾次有看到他們都在互相打 才是在搶屁股 很搶 他們是為了搶地盤 所以會打架 對 那 我很好奇 所以你們在座有人被鵝給攻擊過的嗎 有人其實有人要請舉個手 有嗎 欸好像很還好欸 因為我在新聞上看到都超恐怖的 就是說 就是你們選擇上下課的服裝會被鵝攻擊 是那個 那些都跨出回來都被鵝攻擊 所以呢 哦 所以你記得這樣沒有人 沒有人舉手 就是因為他們都被吃掉 哦 好 你這麼講的今天超恐怖的嗎 ok 好 然後我可以順便 因為講到鵝的話 可以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台北那邊 不是台北來的 然後台北那邊 台大 就最近出了一個新聞 我不知道大量都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 呃 台大那邊也有鵝 然後有鵝 然後有一天的晚上 就有一個人把鵝也摘了 然後 然後 而且我就想說 就是一個鵝變窄 就是一個很表白的故事 就是 雖然好像 傷害動物不太好 這樣子 然後後來才發現 就有很多學生跑出來講說 就是那個鵝 就是他每天上下課都要看一下那隻鵝 然後他心情就會很快樂 這樣子 然後就 就 生活的變壓力這樣 之類的 這樣 就是可能學校生活有壓力 然後就看到那個鵝就會覺得很開心 這樣子 然後所以 我也蠻壓抑 他們很快就發現那隻鵝不見 這樣子 就是一下就知道 欸有某一次鵝不見 因為通常你可能不會再 特別去 經過這邊的湖 然後就數比較多 而這邊有鵝不見 然後都在 然後都在什麼之類的事情 這樣子 對 好那 還有什麼其他故事嗎 因為剛剛跟你講一下 蠻多故事可以分享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對 前幾天就是在新聞上面 有看到 就是中國有網友 把我們的 那個做衣服號 或者成精靈浴 喔 我有看到那個 他是一個遊戲對不對 對 然後裡面就是 弄了一個精靈 說是精靈浴的東西 然後裡面大概都是做英文 這樣子 所以我們都是精靈 我覺得我還蠻喜歡的 如果我們可以被叫做精靈知道的話 之類的 看起來很那個 很有那種 夢幻的感覺 對啊 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全世界都在那個 在 就是在 如何那個 防疫控制 然後我們就是在 把自己的名字去 為一個 今日一道 喔 好像是一個 所有故事先 謝謝 好我故意要把這個沈默 欸 這個故事有點幹 OK好 謝謝 好那你有沒有下一位想要請誰來分享 是誰嗎 對 你可以找一個不認識的點號 這樣子 認識的 沒有嗎 沒有嗎 如果沒有我來點 好我想要請那個粉紅色外套 對 想起來 欸不是粉紅色啊 紫色外套 不好意思 一定有點狂 可以嗎 我想不到 你想不到 好那那個 這位同學 對對對 可不可以來分享一個故事 最近發生的都可以 對 那請來這邊 喔 也可以 好請 喂 喂 我久沒有拿麥克風有點緊張 那你上一次拿麥克風 是什麼時候 昨天 幹這個好笑欸 沒有請我看那個 那部電影Main in Love Main in Love 當男人戀愛 就 喔 明明就是台灣拍的片 那你為什麼要講英文 哈哈 OK 所以 你會爆雷嗎 不會 好 那請問有看過的人舉個手一下 有沒有人已經看過 當男人戀愛 是 電影 我看過 好 OK 昨天我去看電影 然後可能是看到結束了 然後很難過 可能也腳到累吧 然後就是很 對 都我淚水 然後想拿衛生擦乾 好好玩 然後我旁邊 我朋友都要跟我說 一旦我想上廁所 我的眼淚 就像水骨一樣乾 不然乾掉 然後 我都說我想上廁所 呵呵 對 哈哈 哈哈 呃有人打斷你的情緒嗎 可以這樣講 OK 好 然後 這個很害怕現場 喔 那在哪裡 呵呵 你現在是要封審嗎 還是怎麼樣 對我會在封審 然後 我覺得他蠻過分的 因為他昨天 他跟我說 他這個 蛤 那個 真的搶別人的飯來吃 呵呵呵 真的搶別人的飯來吃 我真的比較會這樣 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舉動這樣 OK 所以不是那種 就是你打開一包洋芋片 然後人家就是伸手 他整個便當帶來吃的 蠻過分的 我還蠻好奇的 所以你在場有朋友 就是也是自己的主餐 就直接被人家幹 直接被人家幹 走過 剛剛突然 麥克風就只有他 好可怕 你知道你剛剛講那個 那個電影的故事啊 我就想到之前去看那個 有一部電影 李安拍的 叫做 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然後 就是那部電影 非常有很多 深刻的寓意 什麼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就是 聽完之後 就是看完之後 就是看完那部電影 然後你就坐在那邊 你就會沉思 就說 喔天啊 他剛剛講了好多事情 然後發生很多事情 然後突然後面 就有 兩個女生就是說 喔天啊 發生在那好可怕 我以後不敢去做郵輪了 然後他講了那句話之後 我就 好 好 然後情緒在那邊打斷 這樣 你剛剛講那個故事之後 他有想起之前 發生這件事情過 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 然後你有想要請下一位 誰來分享嗎 那個打斷我的情緒 好 那我們就把麥克風傳給他 哈囉你好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 吳昆如 昆如可以邀請你來這邊做嗎 可以 好 我相信你坐到這邊 大家都會想問你一個問題 我有沒有想要換一次嗎 對 沒有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昨天好好從他第一個問題講 就是 呃 對 昨天我們去看那個 當然人家愛死了 然後 我們 沒有那麼快 我沒有那麼快就說我想上車的時候 我是 那個 我們有先討論一下就是 欸你覺得哪邊的感動 然後 當講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我就說 欸那個 我覺得我們可以出去欸 因為我想上車的時候 那個 不是 看完影片都會有演員幕嗎 然後我們就一直做做做做 做到人家就說 不好意思我們要收場啊 他叫我們離開了 然後只有我嘛 四個人還坐在那邊 好像是老人一樣在那邊聊天 然後 我們聊完片之後 我們又出去外面 他 外面不是 我們去國賓看 然後那邊有 就是廁所 然後我們又住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繼續聊 然後聊到那邊看 我們要打烊 然後叫我們 就是要趕走我們 幾點啊 就是一兩點 十二點多少 十二點多少 好 可是 你剛剛 讓我超下回的 就是那個故事 可能跟前面完全講的 完全不一樣 然後你不是同一件事情 對不對 前面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我沒有想搶別人飯 就是因為 那時間是十點多 然後我五點多吃完 然後我只是跟我朋友說 你那個 我看到別人在吃東西 我就說 他看起來很好吃 我有點餓 我沒有說我想搶他的飯來吃 OK 好 請繼續 還 好 我講一下我最近的故事 欸 等一下 你還是搶人家的便當吧 對不對 我沒有 沒有 就是你剛剛 其實就是前面講一個理由 然後最後就是還是有 可是我還是有搶他的便當 我沒有 我只是口頭說 我覺得他的東西很好吃 但我沒有去搶他的便當來吃 所以十四的我眼睛跟我講說 你有沒有把那個便當吃掉 我沒有吃他的便當 好 你沒有吃他的便當 我只有喝飲料 喝我的飲料 你到底是怎樣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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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吃便當嗎 我沒有吃便當 我現在在玩海龜糖 你有吃便當嗎 我沒有吃便當 真的 可是他說有吃便當 他瞎白了 OK 好 可是你有喝嗎 不要瞎白好嗎 可是你有喝湯 那是喝誰的 我沒有喝湯 我喝飲料 喔你喝飲料 我自己買飲料 就是去電影之前 我可能就買飲料 嗯 好 那你常常被誤會的 對啊 很可憐 就像那個 他也要很可憐 我不相信欸 我不知道怎麼 就是我不知道怎麼拆穿他的房間 我們調劍士錄影機來看 為什麼要是搶別人 沒有看孩子 他真的搶爆米花 所以你有搶別人 沒有搶別人 到底是怎樣 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剛知道你想要講一個故事 對對對 就是因為 前陣子 我有去帶一個營隊 然後去住別人家 因為這樣離營隊的地方比較近 然後 然後 那那個 洗澡的地方是在外面 對對對 應該是一個套房 然後 裡面的 我們就是住房間 然後 住房間的時候 就是 我比較晚一點回去 就是出去外面做事情 然後回去的時候 就有點累 然後就去洗澡 那洗澡 因為習慣是鎖的 然後洗完澡在開門 然後我又走進我的房間 然後就習慣是那個鎖的 然後那個 我的朋友 就是 他是 在他家 對他家 然後我把他鎖起來 然後他就 在外面 然後晚上就已經睡覺了 然後 隔天 我就隔天 因為我直接睡覺 然後後來我看到我手機上面有訊息 就說 你為什麼要鎖我的門 然後如果你是故意的話 我會生氣 那真的我不是故意的 我覺得你可以 你會偷吃人家的便當 我沒有吃他的便當 沒辦法 喔好 所以你就睡著了這樣 對我就睡著了 然後他就隔天 兩點都傳出去 你給我說 我在外面不代表 我不會回去睡覺 喔 對對對 他就問你 你是故意說我們 我會生氣 欸你會不會常常接受到朋友 這樣子的抱怨 就是 我這個人還不錯 所以 就是 沒有啊如果你真的很不錯 你不用搶掉 真的嗎 可是 喔好你好神秘喔 你知道像這種人 就會想跟你去認識一下 然後 去試看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會被 反鎖在 然後或是我的便當 會被你吃掉 我真的沒有吃別人 我不是什麼大屎怪 好謝謝你的分享 謝謝 那你們想要再找 其他一位 找 你可以找一個 可能你不認識的 不認識的嗎 他有幾嗎 他有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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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不是發型的嗎 我來一條 那就是你的最後一個 那個 羊毛 是不是算羊毛 對背心 可以嗎 可以嗎 你有什麼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樣子 我 然後 我們歡迎他 OK嗎 我們歡迎他 好像是很奇惡的現象 然後找人 全面都找人 而已 所以 你收到這邊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會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 你覺得他有沒有吃人家的便當 我不知道 可能有吧 好 然後 然後 你有沒有什麼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後 然後你可能 麥可不忘記念他就有點 比較不理 那我講一個 我講一個宿舍鬼故事好了 就是之前我住宿啊 然後我是住兩人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周圍人在宿舍 然後那時候我管燈這樣子 然後坐在樓下 就是坐在位置上 然後我管燈 然後我室友突然打給我 然後問我說 在哪裡啊 然後我就說 我在宿舍啊 怎麼了 他就說 你身邊怎麼聽起來有幾百個人的聲音 嗯 好 然後我就 蛤 然後我就嚇到 趕快去開燈啊 然後後來就不敢關燈舍了 到現在 懂 你說昨天的事情嗎 不是不是 很久我先打什麼大夜的事情 然後你宿舍還是住房間 沒有沒有沒有 我已經沒住了 那我還是不敢開燈舍 要關燈舍 就是之後都是可以開的燈舍 我先打開燈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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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對是他賣的朋友會秀了 你說就是 搬離宿舍之後 還會有這個習慣這樣 對 就不敢關燈舍 可是 這樣還蠻特別的 就是你其實只有那一次的經驗而已 沒有不只啊 就是那個南岳宿舍就發生很多鬼故事 然後我就再也不敢 而且我都有遇到 等一下 我感覺有人很害怕 這也是有人住那個宿舍對不對 對 就是其他也有人住那間宿舍 你住在哪間宿舍 南院 南院 你也是 以前 以前是 有人也是住那邊的嗎 你以前是住那邊的 不是啊 不是啊 喔好 真的喔 好可怕 就是這邊 就在這邊這個校區嗎 是真的 是 好害怕 欸我超怕鬼的欸 我真的超怕 對就是 學校就很多鬼啊 喔 好 如果很多耳號 OK啦 很多鬼就是有點恐怖 這樣子 好 那你可以再分享一些其他的 鬼故事嗎 鬼故事嗎 這也有類似嗎 就是 雙女朋友故事會有一些 有 有 有 還有就是別人的 可是不是在我們宿舍發生的 嗯 就是 就有一次我覺得睡覺的時候好像突然不能動 然後我不知道是在Mode裡面還是我自動在拍眼睛 可是我知道那是我房間 然後我就看到前面好像三個人 白色的影子 嗯 然後 然後就被鬼壓窗就不能動 然後後來就好了 然後後來我就以為那是就是可能是走巧 然後結果後來會發生一樣事情 然後在上面 然後是一個 然後是女神吧 嗯 嗯 嗯 好 然後後來就去那個 收集 問事 喔問事 然後結果很準 然後就很想進這次 喔 所以你是去哪裡問事啊 這邊 在台南後來會有什麼類似 一條雞 或什麼地方可以問 沒有 就是去人家公廟 喔 去公廟問 但是我已經很久沒遇到 喔 你是說那一次之後這樣子問事 就住在學校 沒有住在學校就沒有發見 喔 比較少啦 還是有但比較少 現在就沒辦法 卻沒有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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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的分享 謝謝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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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所以現在是鬼故事趴兔之類的嗎 你可以來前面嗎 表情來前面 歡迎你 歡迎你 我要分享 我要分享的 就是鬼故事 我要分享的是我在宿舍遇到怪人 欸這個很常見欸 我來 好 好 這是我大一年之後 就是 我是有一個孔孫 然後他 他平常呢 就是不洗澡 他一個禮拜 他只洗一次澡 然後他的床單人 是淡黃哥的主辦 然後就是紅 他就真的睡到一個 合作遊戲 在上面 我真的人情在上面 然後 超瘋的 然後 然後 真的算了 然後他的畫質啊 就是飛到好幾個禮拜 然後還背到我的床頭旁邊 因為我是睡下褲 所以我整天在吻他的臭襪子 然後就吻得很崩潰 而且就是 可能遇到什麼沒雨季啊 然後他的襪子也是堆在那裡 是 好 然後還有什麼 就是他都吃完那些什麼素食 因為他整天都吃早餐店或麥當勞 然後他吃完之後 然後也不丟 他就也是 腿呆呆呆的 那四筒 對 然後臀在那邊 然後都會有小腔 小腔啊 然後還有惡臭 好 然後 就算了 因為我真的做到很想哭 好 因為 真的是 每天都很臭 然後 連那個床單啊什麼都會有味道 就算他人不在 人不在 可是他的腹胃還在 喔 真的真的可怕 沒有理解 沒有理解 對 他不洗澡 就算了 可是他唯一洗澡的時候 都是健康男朋友 對 他還有人沒有 就超誇張的 好羨慕喔 對 然後 然後 你說對 好 就掉出你的心意這樣 ok 好 然後就是有一次 我就受不了了 我就好像在床上哭吧 對 就是 突然悲從中來這樣對不對 對 因為我自己 因為我是從台北下來 然後那時候沒有什麼朋友 然後 然後我 就只是我室友 喔 是有朋友啊 只是就是不常見這樣 然後 那時候我就坐在床上哭 然後我室友在床上 想起來說 你在哭什麼 然後還地位甚至給我 然後我心裡就會罵髒話 就說 因為都是你啊 欸你都沒有跟他直接講過 我就說你這樣 有啊 就我反而都是用隱晦的方式 嗯 可能 就和他一起去洗澡啊 就說 就和他一起去洗澡 就和他一起去洗澡 就說 欸你該不該洗澡 然後我就要好聲好氣 然後就這樣 然後到後面那手錶 我用碼 然後再來就是用吼 我就是真的用吼的吼出去 他說你真的給我洗澡 然後我就把他東西 丟到外面了 我真的 喔你真的是超崩潰啊 而且我 我脾氣 我覺得我脾氣已經散熱很好 對 而且我剛剛 我用吼 我會跑就算了 然後他這樣陪我 都用動脈衣陪我 這種 嗯 嗯 喔你真 他就說 差不多 他就說這種Q獎 他好像叫Q獎嗎 我就瘋了 對 他就說Q獎 然後他還說這種 不要生氣啦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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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他有什麼QQ QQ QQ 但是他走 他走 他走到內巴 然後就 跳 就是我遠遠看就可以知道 喔 這個是我四個 哈哈 就超 超崩潰的 人家應該有跟他一起做的 沒有 他好像 只在學校帶了A 然後他就轉學 喔 對 而且他轉學的時候 愛我送一束花 臭臭花 哈哈 因為那個POWER 我那時候生氣的時候 但是我拿到的時候還蠻生氣的 就直接把我的 就往桶子裡面這樣丟進去 OK 好 然後 嗯 應該就到這樣 還是沒有 就是他 我覺得他的故事好像可以分為多吉 喔 他 太多吉了 所以 除了剛剛講到那些問題 主要還有什麼問題 讓你 還有什麼問題嗎 就是 也沒有啦 就是其實我很常就晚上就在 喔 我覺得我那時候應該有一個文證 就是因為他 就是整天回到那些臭味 然後我講了 也沒有 我就把這件事情分散給我的好朋友 然後我好朋友都不相信 就說怎麼可能會有人不洗澡啊 你再聽你再放屁 就是真的有這種人 所以沒有邀請他來出社 一起來琵琶一下 之類的 我覺得你好像一個地盡沉髒的人 走過來的感覺 對啊 欸我那時候我很sorry 因為我室友就是只有他 然後我那時候也沒人抱怨 因為 也不是住什麼三人一房 四人一房 就是兩人一房 所以我就整一面對他 然後真的是很崩潰 然後情緒壓力很大 好 謝謝 我希望你就是 今天講出來之後 有 就是那個很憂鬱的狀況 可以 被別拿出來放 放 就是釋放一下這樣 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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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應該時間差不多了 然後 所以我們這次的Podcast節目 就在一個很臭臭的味道當中結束 好 好像也不錯 好像也不錯 好 好 所以就是最後一個挑戰 就是會有一個ultra story 這樣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呃 呃 呃 其實 其實那個 上一次在台南女中辦這個Podcast的時候 就是會有很多人分享 就是那天突然會變成集體團體治療這樣 就是 超多人在分享她求學過程很辛苦 或什麼之類的事情 這樣子 然後 呃 所以 呃 每一次來的 每一次做Podcast 然後跟大家分享聊的狀況都會不太一樣 所以 呃 呃 我要想要講的是說 呃 如果你們有 就是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自己來試試看 就是 例如說就是抓幾個朋友 然後就拉著一個麥克風 然後就講一下今天發生的事情 這樣 我可以給大家一個 如果你有興趣 自己來做一個自己的Podcast 然後只有給自己的朋友圈聽的那種Podcast的話 可以找一個題目 就是去做一種即時新聞類的Podcast 這樣子 就好比說你們可能就整理一下你們這禮拜看到什麼新聞 然後就稍微講一下這禮拜的新聞 然後或是再講一下你們 這禮拜曾經聊到什麼很好笑的事情 然後就做一集 做一集這樣子 然後通常時間都蠻快的 就是跟一般聊天打批一樣 可以大概聊四十分鐘 四十分鐘就差不多結束 這樣子 然後其實呃 現在Podcast最 火紅前幾名的排行方 他們的做的方式也都是這樣 就是找時事新聞 然後把它做成有點好笑的感覺 然後就來講這樣子 所以呃 我很開心就是今天就是 今天就跟上次比起來就輕鬆很多 就是很多不同的一樣 不同的故事 然後自己生活一些小事情這樣子 很開心 好 所以今天大概就這樣 然後很謝謝大家 所以我們等一下的話 會回到上面那個 建立教室那邊 所以大家就可以把自己的東西收拾一下 然後椅子可以幫忙歸位 對不對 幫忙歸位一下 幫忙歸位 幫忙歸位 幫忙歸位